我們那個叫倉促起義 結果吧 這個內政部就把消息放出去了 政府的這種紀律這麼爛 還有理由一大堆 阻擋消息提前被曝光 過了一天 柯文哲還是咽不下這口氣 不過外界關注創黨後 與關鍵人物郭台銘到底合不合 郭董幕僚 劉悠彤自爆 與市府顧問蔡壁如 已經通了兩次電話 你怎麼知道他命急通電話 他自己講 那個劉悠彤自己講 那你們問他說 那你們在講什麼 那你有問蔡壁如嗎 我等一下上去問他一下 雖然嘴巴上說不熟 但是郭柯兩人目瞭 卻是頻頻熱線 積極為郭柯合作布局 而創黨之後 當然也要開始招兵埋馬 壯大柯家軍 武當級的台中市議員 陳廷秀就接到入黨邀請 前天晚上 就是市府團隊那個儀秀顧問 有打電話給我說 這個柯批要組台灣民眾黨 希望中部這邊請我幫忙協助 柯文哲幕僚動起來 為組黨大業奔走 目前包括北市府顧問蔡壁如 嚴考會主委余嘉哲 北捷董事長李文宗 以及秘書周芳如 都以佼佼身份證準備入黨 也有不少跨黨派人士 躍躍欲試 讓各陣營挫雷蛋 挖牆角勢在必行啊 當然對我們不管是總統的選舉 或是立委的選舉 絕對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他如果說要做這樣子的一個回收的話 那當然就是我相信他們在立法院的席次 應該不會如他預期 台平黨還沒正式成立 已經出現強大的磁吸力 攪亂政壇一池春水 不過找來的人會是具有實力的戰將 還是各陣營的邊緣人 將決定台民黨在2020選舉 能不能打出漂亮的第一仗 歡迎收看紅石層 紅石屋 王家傑 張遠春 台中 台北報導